你 欢迎光临 你只要在这儿吃饭吗 随便吃点就好了 不用在这儿 今天必须在这儿 你真的随便吃点就好了 爸 小蕾 这是谁啊 这是快要和我结婚的人 什么 伯父您好 好久不见 这是谁啊 这谁啊 你们回来了吧 这是明珠啊 我是叶明珠 小的时候咱们见过的 伯父您不认识我了吗 爸 爸 您是不是被吓坏了 要不咱们先坐吧 是不是 爸 爸 爸 你怎么这个样子啊 都不提前跟我说一声了 我要是事先告诉你 你还会跟我来这儿吗 你都没有跟你父亲 说明我们两个的关系吧 你看他刚才那个样子 一定是被吓倒了 快去看看 快去看看呀 小蕾 没事 没事 早晚都得告诉他 要不然 我们两个人走在一起 要不然没事 要不然 要不我们先坐下吧 不管怎么样 你总得提前跟我说一声吧 我第一次见伯父 现在这个样子多尴尬 我知道 是我不对的 明珠 其实是我不想再等下去了 我们这个样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下次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一个月 两个月 你放心 我爸爸这边 我会说服他的 你不用担心 小蕾 这不仅仅是伯父一个人的问题 我也有我的家人 你也应该替我想想 而且 我还没有跟我的家人 说清楚我们两个的关系呢 那好 那你家人那边你去说服 我来说服我爸爸 明珠 我希望你能够带着妈妈 哥哥和妹妹 一起搬到这边来住 好吗 我也想啊 你以为我不想吗 可是 也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吧 我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能搬到这里来呢 再说 现在我的家人也很需要我 明珠 这些都不是问题啊 家里人 家里人也不可以剥夺你的幸福吧 可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幸福 真正地给自己一次机会呢 你放心 家里所有人到这边来的话 我会负责的 我们结婚吧 小蕾哥 你先不要说这种不切实际的话 照顾我的家人 那是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而且你 你为什么要照顾我的家人 你已经够累够辛苦的了 我不想让我的家人成为你的负担 给你添麻烦 现在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要找一份工作 那就去工作呀 明珠这不矛盾 那你就去工作 你如果真的想到彭达集团去上班的话 我就算跪下来去求夏强 我也会帮你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要背着去求他 我不希望那样 你因为我爱你 我爱你 你不知道吗 小蕾 小蕾 跟我出去 爸 出去 我有话跟你说 有什么话在这儿说吗 不行 出去出去 我有话跟你说 走 不行 爸 走 爸 我有一事 很明显 我能告诉你 我叫我 就是你 为什么 那是 我會再給你打電話的 伯父, 抱歉 明珠, 下禮, 下禮 不許你走 您今天這是怎麼了 為什麼呀 為什麼一定要對明珠這個樣子 小禮, 你千萬別走 你要想繼續跟她再交往 你不如直接把我殺了 然後再直接跟她交往, 行嗎 你先回去吧 我想跟爺爺聊一會兒 晚一點給你打電話 我說爺爺, 這大晚上呢 你在這兒得遭什麼罪 你到這兒來幹什麼呀 我說爺爺 您要喝酒買點像樣的下酒菜 行不行 實在不行 你給我打電話 我給你打給我帶來行不行 爺爺 我可憐的爺爺爺 我的好爺爺 您就不要再固執了行不行 要不然您會生病的 好不好 好 公司在我手上倒閉的 我就要在這兒想辦法 怎麼樣把公司再重建起來 爺爺 您這麼躲著我 您就不怕天下人 說我是最不孝順的孫子嗎 別在這兒煩我了 以後最好不要來這兒 免得被人看見怎麼辦 對不起 已經被發現了 他 他們已經認出你來了 您還記得一個叫孟杰的丫頭嗎 就是夏孟菲的女兒 那 那該怎麼辦 什麼怎麼辦 爺爺 我本來就沒有必要躲著人 那個夏孟菲 用卑劣的手段 把您給扳倒 我就要用我的方法 正大光明地 把您的公司給打毀 你以為那個夏孟菲 還是以前的夏孟菲嗎 你要用什麼方法治他 他現在那個公司 變成集團了 爺爺 爺爺 辦法總是會有的 你看看你看看 來來來坐下坐下坐下 你也跟我回去吧 不 我就要在這兒想 在公司沒有重建以前 這就是我的家 你回去回去 別在這兒鬧了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